悲喜 人生不知 苦解 天命活在世上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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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呦喂 干嘛唱得这么七七惶惶的呀 跟我们来讲高庆的 再说了 你一个卖唱的 你遮着脸干什么呀 有这么挣钱的吗 就是啊 这不是糊弄我们吗 对啊 注意啊 你们这份钱 我们不挣了还不成吗 哎 不行 太过分 哎 这位爷 你们这份钱呢 那我们不挣了还不成吗 不行 这份钱你挣也得挣 不挣也得挣 也今儿我高兴 你还就得挣这份钱 哎哎 我们不挣了 走 哎呦哎呦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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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阳门呢 想走 就从这五道正阳门底下过去 牛眼丸就是喜欢看小女子钻裤裤 你钻的 你倒是钻的 要不要我帮你啊 看清楚了牛排跟这个坏造 坐下坐下 我让你坐下 急什么 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坏水往外骨 等都挤出来咱们再一遭半腿 别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人哪还就是剑骨头 喜欢小女子 他害臭他害臭呢 这钱都是害臭的女子可不多见了 这谁可不多见了 牛眼王还就是喜欢的羞不气气的 含羞早 好 我说这藏着掖着的呢 这不是咱们大兴 这个铜锣炎唱曲的白如玉白姑娘吗 坐下吧你 这 老太山在上请受小续一拜 你 你这是干什么 老太山哪 怀根我虽然有三方七切 可是他们全都是寸草不生的严谨地啊他们 无论我怎么工作他们连儿子的毛都没给咱们养出来啊你看 我看白姑娘这模样这身段这皮子 就让她给我做四方仪太太吧 日后她要是能给我生个胖小子出来 我保证把她扶正喽 她的腰上还是系上我牛腹的钥匙串了 对啊 对啊 你 你这是强强民女吗 老东西 磕头大理你都瘦了 哎我告诉你啊 哎 这也就是看在我和白姑娘大喜的份上啊 不然的话你信不信 我早就把你扔到楼下了我 光天花日之下 天理当珠啊 莫非就没个王法 有王法有王法 我给你个王法不就完了吗 对啊 对啊 哎呦 我我我这 打得好 打得好 把她给我带回家 让她磕着心的打 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哎老头 闪开 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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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蓄水 牛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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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找何犯 这这这这这谁活得不耐烦了啊 啊 这位爷 不知尊姓大名 在下牛淮根 在这大鸿门地面上也是有名有姓的 今儿和弟兄们在这喝点小酒 与这位爷无冤无仇 还望这位爷让个道行个方便 如若不然的话 如若不然 老夫喜欢这个如若不然 你接着说 如若不然你又要怎么样呢 这位爷要是不给面子的话 那就休怪我牛某人不客气了 你到底是让还是不让呢 让可以 把那姑娘给我放下 啊 半路杀这个程咬进来 是啊 哎呀 你也不打听打听 你牛爷在大鸿门 是什么人 我喜欢的东西 你个老东西也敢伸手呀 朗朗大名乾坤 岂能让儿等败类 欺男霸女获害乡礼 我说哪来的党路的狗啊 对呀 今天你究竟想干什么呀 英雄救美啊 你个老邦翠 来呀给我上 把那老邦翠给我消瓶啊 快上啊 给我走啊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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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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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跑 哎 我打那个老东西 我 我打你 我打 打 打你 爹妈给你的本钱 不是让你乱用的 快没有用了 我疼 走 快点 快点 把这家伙都给我锁了 您要么这点啊 这是冯庆勇的人吗 你们眼睛长屁股上了是不是 连你的牛爷都不认识了 快把这个糟老头子和这个愣小子 给我带回衙门去 告诉你吧 牛大爷 今天你可算碰到正经人了 接着个兄弟几个奉公行事 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嘛 麻烦你了 这 走 你 你敢 这京城八大门都是我舅舅管着的 这城里城外的衙门 谁敢不给他面子啊 你 你 你敢锁我啊你 我让他剥了你的皮 不是 你舅舅是谁啊 说出来 我吓死你 说嘛 看会不会把我给吓死了 你 你给我听好了 京城九门提督 葛坤 葛御史 我还以为是个大一巴狼呢 原来是葛御史小葛坤啊 那正好嘞 我今儿就代替你舅舅 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 混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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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这么疼啊 打死我了 二爷 二爷 白老板 姑娘 二爷 多亏您伸手搭救啊 要不然我们父女二人就死在这儿了 二爷 谢谢您救病之恩的 快起来 快起来 谢谢 谢谢 我跟大奎正好也在找你们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刚才还好是有惊无险啊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好 好 这儿没你们什么事儿了 你们就先回去吧 好好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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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二爷 爹 走 二爷 他是哪家的二爷呀 哪家的二爷 说出来吓死你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说二爷 当今皇上的二大爷 我怎么犯在他手里了